你觉得新鲜权重要吗 我问你啊 如果有朝一日啊 你的隐私照 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女朋友 你跟你老公老婆的这种隐私照泄露出去 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对不对 最近佛州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 跟我笑尿了 这个就是吃瓜 佛州最近有一个男孩啊 19岁 然后这哥们呢被抓了 这个老哥呢啊 长得小伙 说实话还可以啊 还可以 不是那种面目可憎啊 满脸红肉啊 像我一样 长得不像我啊 然后这哥们呢 涉嫌敲诈勒索5000刀 然后被抓了 而且这哥们呢 他也不穷啊 他家应该不是很穷的那种家庭 实际上呢 这个事由于警方要保密 也没有过多的披露受害者的消息 这个时候受害者站出来了 说这个受害者就是我啊 因为现在都讲究女权嘛 对吧 这个受害者肯定要站出来了 这个受害者就是我 为什么他要站出来呢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呢 有人说你佛州不是共和党的大本营吗 不是红州的大本营吗 没那么中女权啊 没错 但是佛州是 严格来讲佛州也算一个摇摆州 然后站出来的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佛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大人 布克同志 这个布克同志是干啥的啊 在佛州 佛州的参议员嘛 因为大家知道这一员分成 重要的跟不重要的 众议员就不太重要 因为众议员是按照人口化的 首先佛比达是个大州嘛 它是个比较重要的州 那人口排第三经 你排第四 而且他如果要按照这个人口去化的话 那众议员有一大堆啊 但参议员不一样 参议员每周可就俩啊 所以说这个布克同志啊 就是出来说 我就是这个被勒索的人 是咋回事呢 他具体讲了一下这个经过 我呢在此呢 大概给大家复述一下这个经过啊 据说布克同志拍了一些 比较隐私的照片吧 所以因为我不知道他结婚没结婚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跟谁拍的 拍的一些比较隐私的照片 然后这个隐私的照片呢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然后就流出了你知道吧 结果这个19岁的少年 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人呢 他就得到了这些照片 具体怎么得到我不知道啊 他具体是不是黑客 或者是什么呢 咱也不知道 然后这小子呢 就哎 这个不是我们参议员大人吗 这也是参议员大人 那行了 我现在有参议员大人的这个秘密把柄 那参议员大人你就等着被我宰吧 这跟所有的这种 贪心不足蛇吃相的人一样 你威胁这种人 最后我告诉你 你就不要想着威胁 你给人送回去 可能人家还能给你点钱 给你点好处 你没给人家送回去 你选择的是敲诈勒索 那咱就不会好说好聊了啊 结果这个小子呢 他比较有意思你知道吧 他就先给这个 他能弄到你照片 可能能弄到你的电话嘛 然后就给这个补课啊 发信息 说哎 你是参议员大人吗 因为在美国你知道 很多的这个参议员和这个众议员 我们是直接 就比如说你要上访的话 你直接能见到 国会级别的参议员众议员的 老百姓是直接能去他办公室的 预约了就可以 然后所以说呢 他就有他电话 我们才能见到这个人 他就说你是参议员大人吗 然后对方就说 哎 你是啊 有什么什么业务老板 老哥啊 同志 然后人家就说啊 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呢 有你的一些把柄在手里啊 如果嗯 是吧 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对你劝儿钱滑滑啊 你给个5000刀吧 你只要给了5000刀啊 这个事就了了 参议员大人啊 大家可以看 这长什么样啊 说实话 小伙儿虽然说不算帅呆了吧 但也挺蒙威大眼的 是吧 啊 这个参议员大人 说实话 长的 我不知道参议员大人多大啊 参议员大人大概三四十岁吧 说实在的 这个参议员大人长的 确实颇有姿色 然后小伙儿就 缺点钱花啊 人家没明说缺点钱花 你给点钱嘛 是吧 然后人家哎 就多少呢 要5000刀 大家想一想 5000刀 这个能难倒参议员 那什么 5000刀算个 毛毛雨啊 对不对 这家东西 当上参议员了 还在乎5000刀吗 但是参议员没有直接答应他 这一看啊 这个不客同志 就是身经百战啊 就各种纵横屁 你咱要不说老姐会玩呢 老姐说哎 你这样子啊 咱俩约个地点啊 约个咖啡厅 咱俩见面 你说好不好啊 咱俩一见面 当面给你 然后你当面把我 这个东西删了 好不好 哎 少年也答应了 但在这个期间呢 这个少年还不断的骚扰他 你知道吧 不断的骚扰他 他不断想骗他 还想骗色 他一看 哎呀 这个现在不都流行 喜欢玉姐吗 他一看 哎 这个参议员大人 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一段 是吧 载入史册的忘年恋哦 然后这小子就 嗯 就向参议员大人提出了一些暗示啊 也不知道是一些明示 那咱就不知道了 然后但是呢 这个事呢 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你想是什么人 人家是参议员大人 一个电话就报警了 但是这个事呢 警察不会直接出面 为什么呢 你牵扯到参议员这个级别了 首先啊 国家层面想的是 你会不会泄密 警察局直接就把这事转给FBI了 这FBI一介入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结果一查这小子底啊 我靠 这小子合着就是个混子 他就是想要钱 这不是什么外国间谍啊 不是什么要泄密啊 或者这种事 那FBI就以这个参议员大人的名义说 哎行啊 哈尼啊 你要不要出来啊 我们在哪个哪个咖啡馆见面啊 还假装 假不假设跟他讨价还价了一番 最后双方达成战略协议啊 四千刀啊 这个交付啊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然后就FBI就派了一个人 假装是参议员大人的代理人 给了他四千刀 然后这个小子呢 当着这个人的面啊 确定把这个照片删了 没有留底 所以说我就说 这FBI办事还是专业啊 是吧 是吧 你得先见到面啊 得把 因为大家知道FBI是谁的人嘛 FBI是谁控制嘛 对不对 那参议员大人 那你说啊 是吧 那毕竟民主党子 这FBI替自己人办事也比较静心 你得先把这删了啊 删完了以后啊 你让FBI特工看到也不合适啊 对吧 万一那个特工特工露下来 反水了怎么办 然后最后 哎 看完以后 好 然后FBI这人就走了 FBI从头到尾没有露面啊 然后FBI给当地的警察局打个电话 你们可以动手了 当地警察局去把人抓了 然后抓了以后呢 结果这小子也是个硬茬 为什么 这小子没过多久 就被以六万刀的保湿机给保出来了 所以我说这事 俩人没一个好东西 这小子家也凭我钱 直接给了六万刀保湿机 所以我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事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大家大家看啊 就是说 这FBI自己人办事 确实是尽心尽力啊 是吧 绝对的啊 这全套服务 这不但是给你服务好 而且你各种东西吧 都得给你 是吧 咱都得啊 是吧 都得弄齐限了啊 这些东西都得凑够了 然后呢 哎 这边呢 抓这小伙子的时候呢 哎 我们不能直接抓你 我们直接再让当地警察局动手 那后来是案情纰漏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这个事有FBI的参与 这个小子底儿被摸得这么清楚 这小伙子也是啊 我觉得啊 我们不应该提倡这种事情啊 这种事情就是犯罪啊 谴责啊 这是对女士的严重的不尊重啊 这是对女性的严重的啊 是吧 挑衅行为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啊 你管这要钱又算了 你怎么还能提出那种下流无耻 不知廉耻的要求 对不对 这个要予以提出严重的警告啊 这个要予以提出严重警告 我这辈子是吧 就看不起这种男的 你要想你追他嘛 对不对 就当然参业员大人可能也不太好追啊 可能有家有史的 但我就说你喜欢一个人 你可以去追他嘛 对不对 他没必要搞这种事情 但这小子我觉得这个胆子也确实够大的啊 你知道对方是参业员 你要钱就算了 还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太猛了 所以说这狗咬狗 咬了一嘴毛 啊不是啊 我当然我再次 宣斥这种行为啊 这种行为啊 不能对女性提出这种行为啊 对不对 你本来拿这种东西去要挟别人 就是一种很无耻的行为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我就说啊 这个男的啊 你这小子也真是 忍一下就不行吗 是不是 你要实在跟家 是吧 你不行了 你就拿凉水浇头吧 你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就说 这小小孩啊 有时候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就是你说这种人 这是你能招惹的吗 不是你能招惹的 而且人家没犯法 没犯罪 这而且这小子是拿什么 去威胁人家 你知道吗 这小子说是 如果你不给我钱 或者你不答应 如何如何如何 我就把这个东西散出去 我让你的整个政治生命就毁掉 就这小子拿政治生命去 你想想 这民主党在佛州 切一颗钉子多不容易啊 是吧 这民主党在佛州 赢一回能多不容易啊 就被你这小子 一句话就给我们毁了 那必须得抓 这FBI必须得全套服务 必须得 但是我还是说 这FBI还是尽职尽责的 这个没办法啊 我总体想说 就是这个事啊 就是一件很很有意思的 吃瓜的事啊 就是美国 这么一个敲诈勒索案 最后敲诈出勒索出 这一堆东西 但是呢 这个女参与员 所以她也没做什么错事 你说私密罩隐私罩谁没有了 对吧 她就以一种受害的这个女权的身份啊 就是公主于众 现在在美国啊 这个事啊 就是还有一定轰动效果啊 挺有意思的 行吧 这期就说到这儿 我不发表任何评论啊 我什么也没说啊 什么也没说啊 我个人是支持女权的啊 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女孩子嘛 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还有一些男孩啊 你们也要自爱自重啊 学会保护自己啊 那行吧 这期就做到这儿 大家拜拜